在平平里虽然只是10块钱一个铜板 看看花的到底是合不合理 这位民众带着他的孩子去中了一个游泳池来玩水 门票不便宜一张250 当时呢他怕这个肚子饿带了泡面 而要热水的时候呢 当时人家跟他说要10块钱的热水费 不过我们知道不管外面超商或是速食店 要开水是不用钱的 让这位民众觉得这个10块钱的铜板花得不合理 我要加热水 泡泡面跟游泳池的贩卖部咬热水 竟然要付10块钱 让民众好傻眼 所以店要钱还有你们吃好 我们救生员要清洁工要搬 这个都是清洁费 热水是指给你们吃的热水 有饮水机却只能看不能用 想要热开水却要用买的 20号黄小姐带着4个小朋友 到中立的游泳池玩水 担心小朋友二自备泡面 却意外发现饮水机没有热水 向贩卖部询问 却得到热水要10元的回答 当场让黄小姐不能接受 认为外面超商素食店都可以提供 更何况自己是花门票进来实在不合理 我有跟他讲我有录音 他就跟我讲说你录外没有关系 是觉得我只是要个热水 我不是付不起 那这是一种感觉的问题 要不到热水民众控业者态度不好 游泳池的门票不管大人小孩 一个人要价250元 黄小姐这回付了5个人1250元 却得不到合理的服务 四位小朋友要吃泡面 还得再多付40元 有一个场地的清洁 还有热水 这个油店在涨价的这个电费 我们会着受这个清洁费 这服务的清洁费 当然使用我们这边的 我们都完全不收任的费用了 业者回应之前有民众烫商 才会管制 收钱是因为有提供餐具 还有后续的清洁费用 但是一般便利商店 都有免费提供热水 虽然业者有贴公告 但民众还是觉得这样的服务太不体贴了 周年新闻黄主华 许玉平桃园采访报道